李思华完成了14日家居隔禮 这日他出席了剧集《发正先锋4》 捐赠防疫物资找数活动 他说自己从没试过14天 没出过门口 他亦表示这段时间 身边得到很多爱 最大的感受就是 真的很多人给我很多爱 每天都有人送物资 每天都有人送食物给我 放在门口 我每天都在那里吃 我都应该胖了 有3-4kg 所以都… 因为家里始终不是很大 所以我只可以在家里 可以走过十多步最多 我有做瑜伽 但始终都要去跑步 再带有运动 但因为我真的很充足 我最多一次是 有一个人 给了4杯冻奶茶 一天 那我就喝4杯冻奶茶 这4杯是吧 跟着又有蛋糕吃 我真的由早上到晚上都不断吃 所以就增了很多磅 没有 没有 因为我刚刚出来 我才知道 跟着我试衣 因为这几天做访问 我才发觉 咦 为何… 为何好像很紧 而且有些位置好像多了一些 多了一阵东西 但是… 有没有升级还是变了 对 都是因为有脂肪 均匀地升级 我全身都有升级 是的 但都是一些爱的脂肪 所以都… 是的 我的脂肪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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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些 有点 是的 就是 就是 看完 吧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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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